大家好,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汉语中不同味道的隐藏含义 一,酸 酸除了表示味道酸以外 还可以表示羡慕、嫉妒 比如,他们又去三亚旅游了 我酸了 二,甜 甜除了表示味道甜以外 还可以表示甜蜜的感觉 比如,你和你的男朋友太甜了 我酸了 三,苦 苦除了表示味道苦以外 还可以表示难受、痛苦 比如,双十一 我把我的工资都花完了 宝宝心里苦 四,辣 辣除了表示味道辣以外 还可以表示你的眼睛、耳朵等受到了刺激 比如,他们又在我的面前秀恩啊 辣眼睛 你学会了吗?我们下次见 拜拜